今天我們要開始一個新的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 落花 作者之雨林 屬於 黑暗解謎系列 然後 據作者說 這個遊戲應該蠻短的 但是 看我上次玩那個影片 就知道 我通常都會玩 超過作者預估的時間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次是怎樣玩多久 希望 順利的話希望可以一集結束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 就開始這個落花吧 喔 上次原本我以為會是恐怖遊戲 結果好像 還好啦 可能劇情上恐怖段是沒有那種嚇人的 我以為會是 就是像是那個 IB啊 或者是 魔女之家那種可怕的嚇人 不過還好沒有 現在就不知道這個遊戲 會不會有那樣的東西出現 我希望不要 落花 一個女孩的名字 她用美麗的房子 漂亮的衣服 可愛的花朵 是個 人見人愛的小孩 落花 獨自住在某個城鎮的大房子裡 過著童話故事般的日子 父母疼愛她 會不時寄給她 許多可愛的東西 落花很開心 和城鎮裡的居民關係也很好 直到有一天 父母寄了一件她不喜歡的東西過來 你失戀已久的妹妹找到了 會到你那裡住下來 好嗎 住下來 怎麼可以 這裡是落花的城堡欸 我不要 我才不想要任何人來打擾我 任性的小姑子 她討厭媽媽隨意的安排 於是把外界用鐵柵欄隔絕起來 她是個小公主 她是個小公主 這裡的一切都屬於自己 落花不會讓任何人分享人家的東西 躺上床閉起眼睛 從落花把自己關了起來 準備迎接再次 睜開眼睛時 好像睡美人的情節 那幸福美滿的一天 所以今天就是她醒過來的那一天嗎 桌上有本日記 要看嗎 看一下 1月2日 20號 天氣晴 我買了兩件衣服喔 都很可愛呢 我要把它們掛在床邊 1月21號 天氣晴 昨天下 昨天下定決心 每天寫一篇短日記 但才第二天 就覺得好麻煩喔 1月22號 天氣陰 今天媽媽寄來了一本畫 真的好漂亮 很香很可愛 我要讓她在壁爐旁取暖 1月23號 討厭討厭好討厭 不會讓她搶走的 我要用鐵籃杆 把房間裡面關起來 1月24號 天氣晴 昨天忘了寫天氣喔 唉唷 這個落花 長得好像還蠻大的欸 所以我剛剛 聲音好像要配來太小女孩了 落花 嗯 今天有什麼事能讓我寫呢 大家去看看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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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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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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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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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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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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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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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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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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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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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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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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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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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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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關才能進去 我知道這個功能了 就是方便返回吧 D嗎 A D B C A B C D C 有點 要怎麼樣 好險 都忘記這裡下去是空的了 差點摔死了 每次來這裡都會忘記另一個入口才是對的 真討厭了 最近修一修吧 這個 這個 這個看起來才像是 這個路吧 旁邊那個黑黑的看起來比較像洞啊 那個樓梯 A開關 A開關 E開啟 喔 所以右邊是開啟 然後左邊是關筆 好 那我先開A開關 所以又要走一次了 欸 等一下 先看一下 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蜘蛛的 蜘蛛 似乎有著毒性的蜘蛛 好 那個可以直接傳送回來 有什麼不做一個可以直接傳送過去的 欸 這樣走有點 累 還是其實就是故意的 嗯 好黑喔 趕快進去吧 欸 所以猜對了 哎呀 外送好像到了 得趕快出去才行 晚點再去找朋友吧 你朋友在壁爐裡面 好吧 有點不太能理解 好 來囉 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呢 嘖 洛華小姐 好久不見了 這是你的定食 好的 謝謝你 洛華小姐 一直吃外送對身體不好吧 偶爾也可以試試外面的餐廳喔 就算是有個討厭的親戚要來 也不至於 不行不行喔 我絕對不能讓他佔領我的城堡 一定要好好守住才行呢 突然多出來的妹妹什麼的 才不會讓他佔領我的城堡 可是 那不是伯母的請求嗎 應該好好遵守才行啊 放心喔 只要人家好好和媽媽講 他一定會回心轉意的 過一段時間 我就會解開柵欄了 現在只是先暫時 關注 嗯 我知道了 洛華小姐自己多保重 我先告辭了 好的 辛苦你了 啊 對了 這裡有附兩包調味料 辣椒醬和芥末醬 可以替人家拿去外面的垃圾桶丟嗎 不太喜歡了 謝謝你 嗯 可是洛華小姐以前不是最喜歡辣椒與芥末嗎 最近飲食習慣變了 不 不太喜歡了呢 我知道了 那我拿去丟 謝謝你喔 外送員 外送員消失了 不過其實那位送員 算 算帥 好 那我現在 要 看一下 欸 沒有吃的嗎 我還以為吃的會出現在裡面 所以現在不要管他了 我就回去囉 使用了火把 進入了壁爐 喝個茶 好 繼續 好 繼續 剛剛是 A開關嗎 喔 不用再按 好不容易走到 結果又 剛剛一直連續 講洛華跟外送員的聲音 喊 喊 嗨 喊 喊 嘌 傷 突然有點想寫日記了 回去寫吧 喔這怎麼 等一下他好煩喔 這樣我什麼時候還可以進去啊 都已經來這邊你就不能先進去再回去寫嗎真的是 啊不要忘了走船送騰 欸是我開關開錯了嗎 不知道什麼意思不能讓我進去啊 哎呀人家好一段時間沒寫就寫了 來寫一段吧 要寫說不喜歡辣椒醬跟芥末醬了嗎 129天氣陰 果然如我前面所講的呢 他不能佔領我任何的東西 保護了自己的東西感覺真好 相信不久後柵欄就能拆掉了 到時候出去走走吧 嗯 寫得真不錯有點困了 晚點再去找朋友好了 先睡一下吧 嗯 所以起來吃飯 找火把 然後走到一半 然後 找朋友走到一半 然後外送來了 然後 又去找朋友走到一半 然後又回到 回來寫日記然後又睡了 每一天過得 太 太 太少 太無聊了吧 人家 又夢到那個夢了嗎 真討厭 醫生 好了準備移植了 把他帶上輸出台 是 先確認編號 核對沒錯 是編號49766 落花客戶的複製人 什麼 點點點 好 把他帶過來 準備移植器官給客戶 是 所以落花是 4 5 2 還活著怎麼辦 隨便處理丟到山崖邊吧 這裡很忙的沒時間管他 是 點點點 所以 然後 丟到一個荒島 好多的火山 點點點 這 這裡是哪裡 爸爸媽媽呢 腳鋪伸 躲起來 這裡就是 49766 銷毀的地點 缺點就讓它消失了嗎 請你們放心 相片使用完後 本公司一定會立刻銷毀乾淨 嗯 很好 請問新的肝臟 使用起來如何呢 沒有問題喔 這是太好了對不對 喂 裸花 是啊 爸爸 媽媽 他們是 我在醫院時 常常會來看完我的爸爸和媽媽 為什麼 在那裡 虧我之前每天還提心吊膽去醫院看他的狀況 結果根本健康的不得了 是啊 每天花時間去看的東西真浪費時間 結果器官根本就好好的嘛 根本就好好的嘛 本公司品質有絕對的保證 二位可以放心 哼 還真感謝你們啊 走了 落花 帶你去玩囉 好 所以 這個落花是複製人落花 怕器官損壞 是為了 給他們的女兒用嗎 我是為了 把健康的器官給那個女孩才會活著的嗎 已經被摘出了肝臟嗎 那女孩叫做落花 是嗎 哼 至少願意紀念我呢 紀念一朵凋零的花朵 雖然凋零 卻給了你們的女兒生命 落花 是這個意思吧 走囉 帶你去迪士尼樂園玩 好奇大去迪士尼樂園玩喔 哈哈 走吧走吧 小豆花真的好可愛的 是啊 和名字一樣的 出落得如花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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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呀 好名字 點點點 世界變黑白 出落得如花而似的 落花 出落得如花而似的 落花 落花 出落得如花而似的 落花 出落得如花而似的 落花 所以根本不是為了紀念我 點名字 都沒有我存在的痕跡嗎 都沒有我存在的痕跡嗎 付出被細微 離合當然的了吧 器官摘取 死亡 都是理受當然的呢 一點痕跡都沒有的 即將被抹去了 晴天霹靂 不能 你們沒有資格 剝奪我的東西 我是一個人 我有我的存在 你們才沒資格剝奪 也沒資格利用 我的身體 我的價值 我的生命 我的名字 我通通都要抓住 落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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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落花 一定會 狠狠討回來喔 1月30日 天氣晴 今天又夢到了不好的事情 不過沒關係喔 去城鎮外踏踏青吧 鐵柵欄鬆開也沒關係的 我不會讓任何人佔據 所以現在去外面踏青 先沉個的 欸 不能出去嗎 出去看看城鎮裡的人吧 世界地圖 地圖 畫像 上面爸爸媽媽與落花的合照 裡面的人 真眼熟呢 從上次扣下板機後 就沒看過了呀 口下板機 所以落花把他們都殺掉了 是這個意思吧 嗯 但是他不是說爸爸媽媽寫信來 爸爸媽媽 不是 不是我想的那個爸爸媽媽囉 有點複雜 喝個茶 一直幫不同人配 有點累 當初外送原漿醬料包丟入的地點 那不是水桶嗎 這是 拉奧夫 見到你真好呢 火花 你這個也蠻帥的 濃眉帥哥 裡面都是帥哥 裡面都是帥哥 鎮長 哎呀 這不是落花嗎 落花看到你走出來真是太好了 那個妹妹後來有過來搶你的房子嗎 沒有 一切多虧鎮長幫忙呢 不會 我才沒幫什麼忙呢 那種想不勞後的傢伙本來就沒有 資格隨便搶走落花小姐的東西啊 是的呢 那種人最該死了 哈哈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開口 有 人家想想喔 有了有了 鎮長家人的排泄物 可以存放起來交給人家嗎 你要排泄物做什麼 咦 排 排泄物 為什麼落花小姐要那樣的東西 另外啊 最近在門口的盆子裡想要種點植物 但是沒有肥料呢 嘿請鎮長幫忙嗎 原來是這樣啊 當然可以啊 晚一點來找我吧 落花小姐的請求一定會盡力達到的 謝謝鎮長呢 好開心喔 稍微等一下啊 先去找其他人聊聊吧 所以獲得物品排泄物嗎 感覺不太想要欸 唉唷 兔女郎嗎 欸兔女郎我要跟你講話 欸欸欸 為什麼不能動呢 等一下 喔 吃吧哥 我還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 不能動了 欸怎麼可以拿兔女郎來信人家啦 怎麼可以這樣 好不要理他 鋼琴 欸那邊有個青菜欸 可以過去然後順便把他們的 山板跟青菜一起拿走呢 真愛眼 等一下 等一下 落花怎麼了 他狂暴化了嗎 為什麼你把火爐回掉了 為什麼你就這樣子把火爐回掉了 這樣我跟那個妹妹講話不會把那個妹妹回掉吧 欸欸 羅花 好久不見了 鄉親好想你呢 聽說你成陣子把自己關起來嘍 是呀 如歸現在已經沒事了 謝謝鄉親 話說回來 你那個突然出現的妹妹最後有來嗎 沒有的 謝謝關心嘍 那真是太好了 來了不明的傢伙怎麼可以隨便住進來呢 是的呢 那種傢伙別笑笑 話說回來 鄉親好久沒去我家了呢 欸 不是現在才去過嗎 人家想你嘛 好啦好啦 那去你家住住吧 鄉親 我出去一下喔 先喝杯茶吧 好的 我在這等你 這樣奇怪的蜘蛛魔車粉倒入殘內 那我出去嘍 等一下 蜘蛛不是有毒嗎 你要毒死人家可愛的鄉親小妹妹喔 快去快回喔 你看人家還這麼的關心你 你就這樣子要把人家毒死喔 這樣不太好吧 喂 動畫小姐 就是這些了 你要我收集的東西 你的排泄物 謝謝喔 我趕快拿去門口的盆子裡施肥 這是獲得的排泄物 好 有困難再來找我喔 笑 嘿嘿嘿 邪惡的笑 去找鎮長拿東西吧 去找鎮長拿東西吧 然後得丟進 得丟進去桶子裡才行 丟入排泄物室 你失去了排泄物 所以裡面有調味料跟排泄物 好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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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的 我覺得可能是把人家 配音 聲音 喉嚨真的不太舒服 好 哎呀 已經死掉了 真的死掉了 殺人兇手 而且 為什麼剛剛像錦小妹妹死掉了還會轉過來呢 屍扁 嗯 好可惜喔 本來想看看你掙扎的臉喔 誰叫你要說我是來路不明的傢伙呢 相情 點點點 雖然不是很會做菜 雖然不是很會做菜 不過就讓我料理料理你嗎 你吧 等一下 所以這個落花 已經是那個 那個那個妹妹的絲嗎 我有點 搞不太清楚狀況欸 看一下 排泄物 等一下 排泄物剛剛不是倒進去了嗎 那是Bug嗎 好 先不要管他 那後來我們現在要去哪 不能出去了 不能寫日記 喔 所以現在是要那個嗎 火爐嗎 他不會又把火爐爆掉吧 隱藏商店用來對外進行貨物幣的交易 蛤 什麼 蠟燭 先不要買好了 先去壁爐看看 剛剛那個一直沒有成功走過 我到底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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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終於進去了 哈囉 朋友 我來囉 那是那個落花 看起來還過得很好的樣子 呃 呃 怎麼啦 朋友 芥末醬和辣椒醬很喜歡吧 為什麼要一邊吐一邊吃呢 哎呀哎呀 我都忘記剛剛丟了排泄物下來 吃正常的喔 難怪會吐呢 因為吃了醬料和排泄物 所以肚子絞痛 那為什麼還要吃呢 哎呀 哎 這麼久沒吃東西 就算知道吃了會吐 還是會想吃吧 不過話說回來 那可是和你很要好的店員 所投下來的醬料包 加上正常的排泄物 難怪你會想吃了呢 我記得人家還不小心丟了蔬菜下來呢 哎 對你太好了呀 和當初在醫院時一樣呢 只有一桶水和一攤食物 就算不知道是什麼 也得吃掉對吧 你和大家關係都很好的 大家都很挺腻喔 都說那個莫名其妙的妹妹 不該出現在這個家呢 來吃吧 犒賞你幫我把關係打這麼好 打得這麼好 來 是妹妹精心製作的肉喔 還有還有 是你最喜歡的花喔 特地帶來的呢 想讓你看看她被一片一片拔出的樣子喔 像這樣 一 二 三 嘿嘿嘿 還 還 還給我 快 還給我 對了對了 我帶了你很喜歡的衣服過來喔 怎麼樣 穿在家身上 好看嗎 還給 我 沒有東西喔 沒有東西可以還喔 一開始 一開始 全部的東西 就是我的啦 朋友 房子 衣服 全部都是我的喔 還 給我 沒有東西可以還喔 一開始 全部的東西 就是我的啦 不過喔 你最要好的朋友 我已經還給你了 那堂肉 快吃啊 為什麼不吃呢 妹妹精心做的呢 你 你 你 女兒做出來 就是要好好疼愛呢 要是做不到 就要抱著被反殺的覺悟喔 就算是父之人 也該一樣好好疼愛 以外活下來之後 我就開始努力活著 現在已經擁有許多財產了呢 爸爸和媽媽 我都已經殺掉囉 你媽 看在你把這個房間打理得這麼漂亮 和這裡的人相處這麼好 我就稱呼你一身 朋友吧 不過等一下 人家就要去把他們全部殺掉了呢 還我 相親 爸爸 媽媽 人家不還喔 你也 我 就 嗯 嗯 是在說以前我捐 器官給你的事情嗎 的確 這幾年一直用著劣質器官 差不多要到極限了呢 等等 不要 嗯 看在日記裡我提醒你 沒寫天氣的份上 就乖乖讓我接吧 所以從寫天氣那一天開始就變成是這個負責的落花了是吧 我的器官 我就拿回來囉 不要 怪物 滾 滾開 叫我落花 這個叫聲 好 好不女生 喔 結束了喔 說 true end 看一下 呃 要看嗎 隱藏結局破法 看一下好了 好吧 先不要看 喔 好不好應該要看一下的 好呢 這個episode就先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建議也歡迎在底下留言我會盡量改進 謝謝你們的收看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喔對 然後 算這個true end已經出來了 但是 應該還會有下一集 我會試試看 破隱藏結局 如果 破不出來的話 就 可能在之後再看一下提示吧 好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喔